12月19日下午,2019年清华大学学生奖励大会在主楼后厅举行 常务副校长王熙勤、副校长彭刚等出席大会 王熙勤回顾了清华大学学生奖励机制的变化 介绍了讲出工作的现状 彭刚介绍了特等奖学金、奖南翔奖学金、129奖学金的设立背景 希望获奖同学体会前辈学长对青年学子的殷切希望 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追求卓越、砥砺前行 更好的学习弘扬清华的光荣传统 2018到2019学年度,共有20个班级获评先进班集体 15个集体获评先进集体研究生 10名本科生、10名研究生获得特等奖学金 50名同学获得奖南翔奖学金 50名同学获得129奖学金 会上获奖同学代表们分享了在清华成长的故事 Direct� Sign协定